等等 等等 等 呃 好像成功了耶 我跟Emma努力的大約花了兩天的時間 哼 完全學不會 這時候小鹿又說 那再換我試試看 不是我在說 這真的超難的啦 你再跟我們一點時間 我 Emma 趴下 砰 靠 你怎麼叫我會等 你知道 在Emma心裡 我跟我老婆 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嗨 我是各位鹿 這是我老婆 小鹿 這是我女兒 漢堡妹 今天要講的故事 跟他們有關 你有養狗嗎 你的狗把你當主人嗎 還是明明你是主人 你的狗卻跟別人很好 傷透你的心呢 今天要講的 就是這樣一個 真心幻覺醒的故事 7年前 Emma剛來到我家的時候 想說 她就是邊境牧羊犬啊 大家都說她的智商媲美一個5歲小孩 好 那我應該可以輕鬆教會她很多招式 等到學成之後 也會碰到朋友露個兩招 等到大家都很驚訝的說 哇 也太厲害了吧 這個時候我在謙虛的說 哎呀 沒什麼啦 邊境嘛 就訓練她一下而已就會啦 小case不用那麼驚訝嘛 Come on 然後我就自信滿滿的開始訓練Emma 首先 當然是最基本的坐下跟握手囉 Emma 來 坐下 坐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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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狗都教不會了 你在那邊 Emma 坐下 握手 你怎麼教會她的 就叫她坐下握手 坐下握手 然後她就會啦 我也是這樣教啊 沒在唬爛 小路一出手 就教會握手 Emma 真的不到5分鐘就學會坐下跟握手了 好 Fine 沒關係 這兩招就讓你 等到其他進階版的動作 我這個養狗達人再出手就好 後來就是練到坐下握手 坐下握手 根本跟呼吸一樣容易了 難度增加 然後就輪到要教比較難的趴下 對於一般的加拳 已經是有難度的動作 Emma 來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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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趴下 先趴下 趴下 等一下我要 我跟Emma努力的 大約花了兩天的時間 完全學不會 這時候小路又說 那再換我試試看 不是我在說 這真的超難的啦 你再跟我們一點時間 Emma 趴下 握手 你怎麼教會的 你不要再跟我講招式了啦 就這樣 Emma 大部分的招式 都是小路教會的 每招不用五分鐘 教什麼 會什麼 完全不給我面子 好 沒關係 這種默契我就讓給你們 反正其實有的沒的 就是一些雜耍的伎倆罷了 我就不跟你們計較了 來看看別的 神之手 相傳 在狗主人之間都有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那就是我們的狗狗都有一個 肌點 狗的肌點可能在他的肚子 他的前胸 他的背部 或是全身上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只要用對手法 抓準力道 控制好速度 抓個幾秒鐘之後 狗狗的後腿就會被爽到爆的肌點 啟動佛山五影角 角速越快 表示越舒馬 而在一陣舒馬之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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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從此對你產生特別的依賴性情感 那是一種人狗之間默契的展現 也同時代表你很懂狗 是個狗專家 很多狗主人中期一生都在追求這種感覺 就是俗稱的激情 媽咪不要亂錯啦 不要吵 而剛剛養到Emma的我 話不透說 第一時間開始尋找她身上傳說中的基點 當場想要炫耀給小路看 看好囉 通常狗狗只要這樣抓 牠就會爽到爆 你看 這邊 這邊這邊 這邊一定不會錯 這邊 還是這邊 怎麼都沒有 啊 我覺得 牠可能是比較不敏感的狗 我來試試看 不用試了啦 抓那麼久都知道牠很不敏感了啦 你看 快教我 就這樣 這個無法言喻的人狗依賴性情感跟默契 又被小路搶先一步拿去 我就只能默默地看牠們在那邊爽 好 沒關係 反正平常都是我在養牠 給牠吃 帶牠散步 要扳回一層的機會 多的是 你們等著 既然小路跟Emma這麼好 那我就要更積極地爭取這段感情 我要報警處理 平常只要看到Emma躺著 我就過去挖在牠旁邊 抱牠 讓牠感受到我男子漢的體溫 讓牠知道什麼叫做主人的愛 就是那麼溫柔 然後牠就 站起來走掉 每次抱不到一分鐘 就站起來走掉 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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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走掉 經過很多次實驗後 我能確定 因為Emma是長毛狗 所以牠比較怕熱 這樣抱牠 牠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我這個做主人的 要給牠一點空間 才不會讓牠太熱 才不會有窒息的感覺 一定是這樣 我真是太貼心了 然後我走到客廳 就看到 她為什麼讓你抱著睡覺 我也不知道 我們已經這樣睡了一個下午了 然後他們兩個竟然還可以換姿勢 用Emma當腳墊 當枕頭 都不會跑掉 連這個最親密接觸的默契 也沒有我的份嗎 好 是你們逼我的 看來不得不死出很糟了 難題 因為平常Emma所有的生活 都是我在弄 帶她散步 幫她撿大便 聽起來好像很一般 好像很容易 但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Emma在外面 是個敏感的猛獸 在馬路上 她會追腳踏車 滑板車 狗狗爐 還有很大聲的公車 只有摩托車和汽車不追 其他都會追 所以走在路上的突發狀況其實超多 尤其Emma最喜歡大便 大到一半的時候 分心去追車 所以我撿大便撿到一半 很有可能直接被拖走 或者有可能被拖過去 勾到她的大便 反正就是一團亂 超難處理狀況 正好上個月 我帶女兒去朋友家玩 順便住一晚 把照顧Emma的重責大任交給她 順便讓她吃吃苦頭 讓她知道平常 我是多辛苦的在養狗 隔天早上 我眼看散步的時間到了 是時候關心一下了 帶Emma散步還好嗎? OK啊 她都沒有怎樣嗎? 嗯?怎樣? 她沒有追車嗎? 沒有喔 她有在路中間大便嗎? 沒有喔 我都搞定囉 很輕鬆喔 我去上班囉 怎麼會怎麼輕鬆 所以平常是在故意刁難我嗎? 為什麼這麼乖巧 根本就沒有把我這個主人放在眼裡啊 我不服 看來是時候找人問清楚了 寵物溝通 我們找了一個聽說很準的寵物溝通師 來解答我的疑惑 聽聽看Emma心裡面到底比較愛誰 我先發問一下 你知道 Emma是什麼動物嗎? 狗 哼 準 你知道 她是男生還是女生嗎? 女的 唉唷 真準 那你知道 我今天穿什麼顏色內褲嗎? 紅色 準 好啦 你知道 在Emma心裡 我跟我老婆 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她 蛤? 那我算什麼? 工具人 靠工具人 我每天照顧你 陪你散步 幫你拔屎拔尿 偷選頂級食材 親自為你下廚 哪有你的菜都全聯買的 閉嘴他們的菜都有履歷 我這麼用心 你竟然這樣對我 後來我想一想 其實我跟Emma的關係已經不錯了 只是她跟我老婆的關係 是令人羨慕的好上加好 唉 算了 都是家人 就不要計較那麼多了 反正結論就是要跟狗很親密 有默契 跟什麼知識跟技術都沒有關係 只要對她很好 對她很溫柔 真心的愛她 狗狗都能感受得到 但是你們好你們的 只要不要在我面前炫耀就好了 喔 你又在教什麼了 Emma 掰掰 Emma 掰掰 她就後腿有問題了 不可能啦 這種招式都是電視上的狗才會啦 掰掰 等等 等 等等 等 等 好像成功了耶 等 你跟我一樣 在家裡面的狗主人地位搖搖欲墜嗎 明明你是主人 你的狗也常常不鳥你嗎 快來留言告訴我你的心情吧 喜歡我的養狗生活 要記得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 我是狗魚露 我們下集見 Emma 趴下 蹲 剛剛看到我的鞋子 給她 快點 好 再一次趴下 趴下 em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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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下 蹲 蹲 emma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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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 趴下